至于520昨天晚上这场国宴 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国宴虽然不是用豪华料理 但处处可以看得到用心 特别是台湾在地的水果还有快乐猪 现在加上了国宴加持 也让这些食材通通热卖 国宴上兵煮静欢对于菜色给予高度评价 总统府官网上还有食材的完整履历 民众抢看也抢卖 就职典礼商机持续发烧 像这些在国宴菜色上挂包紧的食材 现在都卖得特别行 一颗至少12公斤来自花莲凤林的西瓜 甜度高 水分续中 有了国宴加持更是一到货就行卖 有了产销履历吃了有保障 香是黑蒜头强调自然发酵 口感酸甜 吃了养生三星葱甜玉米 清甜爽脆的燕潮芭辣 民众对台湾农产品很有信心 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 全家都喜欢吃这个 都尽量自己买自己煮 对对比较尽量不要吃外食这样子 所以是对食材有幸福 蔡英文亲自喂过的快乐猪也是国宴佳肴 品质有经过认证民众买单 传统市场有时候猪的话 猪肉摊的话你也不晓得猪肉来源是什么 对 这个比较有保障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还是信任政府啦 国宴开始公布它的食材之后 然后民众就会打电话去问说 玉米有没有卖 然后猪肉有没有卖 预计的话我们就是国宴的加持的话 相关产品的话 一定会提升两成以上的业绩 新总统新气象 国宴菜色不走豪华路线 选用在地食材 也带动了相关产品的销量 创造商机 记者黄一文谢君众台北报导